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倒是挺想恋爱的 但是只把我当哥们儿 其实我是个女的 我独身到底 不谈恋爱 我长成这个样子 会有男人追我吗 赵阳身为公主 那些男人有几个是真心对我的呢 我倒是有个真心的 可偏就嫁不成 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本宫对恋爱倒是有兴趣 不过可惜没人敢追我 哎呀 老四老八老十四 好能人太多了 无论挑哪个都觉得其他都可惜了 对不起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本王周围 竟为女子 叫我如何恋爱 一个个的都说我是个好姑娘 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追我 好姑娘就不错了 他们所饿死个挂 哎 你看哪 那不是两个民间格格吗 你不知道 他们两个破坏国家制的安影响社会和解 今天被拖出来游街了 什么 他们是行刺了皇上还是密谋造反呢 比那个可严重多了 他们两个一直不找对象 哎呦 那活该 喂 你说我们哪错 小燕子 让我们淡定一点 我们单身的理由在前两分钟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想通的 环珠格格 环珠格格 我是你二姨的婆婆的妹妹的邻居 你们下一辈都有对象了 你们俩好意思一直胜着嘛 好意思一直胜着嘛 一直胜着嘛 胜着嘛 这妈妈 小燕子姐姐 紫薇姐姐 赶紧结婚 还紧家人 不要跟着你家大人家胡闹 你们还小 你们不知道自由的可贵 再说你们出来混 是早都相还的 把我们一结婚了 下一个被逼的就是你们了 你们以为嫁人才是王道吗 你们错了 整部环珠格格里最让人影响深刻的两个角色 都是没有嫁过人的 一个是柔某某 还有一个是大明胡盘的夏宇河 赶紧嫁人 赶紧嫁人 你该找个男人了 不着急 怎么不着急 你今年都二十八了 那是虚色 那是虚色 有区别吗 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都会被久久惩罚了 那是幼儿言教得早 我知道 我之前为你挑选的男人你都不喜欢 所以相亲的时候 你用尽了心思 不熟悉 不打扮 遇到成熟稳重的 你就半脑残 遇到风趣幽默的 你就装面叹 跟文艺难聊政治 跟科学家谈穿越 跟文科生闹元素周期表 跟理科生说日期变更现 你的这种消极相亲 实在太不靠谱了 这么说来 或许 您可以考虑 取消我的相亲资格 不 我没有那么愚蠢 你看 这是你的下一个相亲对象 二十八岁金融白领 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或者是这个 三十一岁 烈是穴位 脱衣有肉 穿衣显瘦 只要你一点头 我马上可以安排他们和你见面 女人过了二十五岁就开始贬值 现在 你还是美元英镑 再过几年 你就成冥币了 也许 再让我玩两年 等我自己想通了 就会直接领证结婚 这句话 你说的我都有抗体了 从明天开始 我为你安排了三十二场全国巡回相亲会 一定要把你嫁出去 好好打扮 不许再给我弄什么幺蛾子 我真不敢相信这叫什么事儿啊 亲爱的贺民 我下周日要结婚了 现在咱们班里只有你还没嫁人了 加油 亲 这才刚毕业两年 他们就都领证了 是要闹哪样 我才不是怕送红包呢 只要物价继续长下去 早晚我都能收回来的 但是他们也结婚的太早了吧 让我妈妈知道了 一定要说我是个嫁不出去的圣女 或者是圣斗士 毕圣课 斗战圣佛什么的 噢 上帝啊 这就好像参加萌发史的考试 我还没检查完 有人就交件了 交件的人越来越多 到最后搞的 我也只能慌慌张张的交了卷子 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没有拿满分的 就是那次考试 噢 不我快疯了 哈利罗尔 你们俩谁都行 帮个忙把我取的吧 别假装你没听到 嗯 嗯 这个音乐 虽然是我们甄嬛传里的 但是和今天的剧情不搭配 还是换一个吧 音乐组 换音乐 是 嗯 这个好 24位女嘉宾 这一期你们就别站着了 坐吧 是 大家把面前的灯亮起来 我 节目正式开始 有请第一位男嘉宾 男嘉宾来了 女嘉宾请选择 一号男嘉宾悲剧了 为什么呢 整得像我前男友 有钱又有钱的男人最靠不住了 他不是我的菜 大家都免我也免 既是个做皇帝的 他是没时间陪你朋友的 那些人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曾以前 现在有请二号男嘉宾 别光顾着笑 女嘉宾请选择 别光顾着笑 女嘉宾请选择 二号男嘉宾 获得了全场牛灯 有没有什么要对观众说的 本宫忘了 小夏是不会让你说话的 其实你们留灯也白留 因为二号男嘉宾 是冲着晚贵人甄嬛来的 晚贵人 看你的表情 我也不用问你 愿不愿意跟他走了 二号男嘉宾 还不主动一点 来 伸出你们俩的手 摄像机给个特写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祝愿两位白头到老 永远同心 爱情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只要换个解读 换个想法 你就会发现原来爱情 其实就在你身边 勇敢追求 放受情爱 希望明面其喜 您个身边 都有那么一个人 我是很忙啊 但如果有人陪我一起忙 好像也不错 我只要换了一下发型和服装 它就开始黏过来了 至弱 岂是为师之所以抑制独身 只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耽误了 世上没有仇女人 只有蓝女人 只要肯咋办 男人还不守到勤来 想要得到别人的真心呢 就要先学会付出自己的真心 只要我全心全意的爱她 信任她 她自然也会全心全意的待我 这都什么年代了 只要定下来要在一块 父母反对又有何用 你看 小夏都要开始找男朋友了 我也可以再相信爱情啊 既然没人敢追本公 那就只好有本公主动出击了 其实 我为什么一定要挑一个最好的呢 只要我坚信 我挑的这个是最适合我的 那不就行了吗 既然喜欢 那就要勇敢的说出来啊 潜伏演完了 总该放亮剑了吧 啊 既然 周围没有男人 那咱们 就到婚姻介绍所去找 虽然我到现在 都还没有收获自己的爱情 但只要我坚持下去 相信爱情 追求爱情 那总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呢 不放你